强化台北首都圈 防止敌军斩首行动 有消息指出 日前有一场国军高层会议当中 有高阶将领提议 未来不排除规划 把驻守在外岛的海龙蛙兵 移防到大台北地区 负责淡水河口反特攻作战 对此 陆军司令部回应 目前没有规划调整 但是未来的兵力部署将依情势稳动修正 而近来 义务役的疫情是否回归 一年兵也引发热烈讨论 行政院在今天表明立场 国人对于兵役延长有高度民意支持 可见对捍卫台湾民主有共同决心 将会请相关单位审慎提估 爬出泥潭 翻越沙滩 硬汉路的每一里路 蛙兵们穿着红色小短裤 忍着痛不寒苦 蛙牌盯进胸膛那一刻 海龙蛙兵的荣耀一切都值得了 受过颜柯训练 令敌军闻风丧胆的水轨部队 陆军腰动腰侦察营 负责束手澎湖 金门 马祖 现在传出军方有意要让他们 移防大台北首都圈 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的调整 移防 那一定会请大家关注 因为毕竟全台湾这样的部队兵不多 也非常的精锐 非常的少数 再加上过去都是以外岛的任务为主 这样子的调动如果是全数都掉走的话 那外岛会不会空掉 这恐怕也是令人担忧的一个地方 海龙蛙兵出身的立委江启臣提出示警 陆军回应目前派驻外岛的两栖侦察营 并没有调整任务 各项防卫作战的规划 会议情势跟作战所需滚动来调整 而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国军战力一再被放大检视 我们国人同胞对兵役制度 是不是可以再加以适当的延长 有高度的这个民意的支持 那这个正显示 我们国人同胞在捍卫台湾的民主制度 有共同的心意 台湾目前兵役制度才争目并行 义务役的疫期是否延长 对准备服兵役的学词来说 从四个月变回一年 影响很大 在国人高度共事下 福苑将审慎评估 记者林生就哄为财 TV报道